吴亦凡的瓜田再次壮大 令人叹为观止 7月20日 有一位暂居国外的网友搬运了一则海外帖子 曝光了吴亦凡在海外的酒局 信息量巨大 再次引发热议 原帖披露了吴亦凡于2019年在LA洛杉矶举办的一场酒局中的大量细节 地址在比福利的一家酒店 现场有吴亦凡 她的助理和一位她的男性朋友 本来有七八位女生 但经过一番筛选后 只有一位女生最后被留了下来 和此前一些女孩子的爆料一样 这些女生也经历了被收手机 被问年纪星座 被嫌弃年纪大 搞笑的是 他还要让每一位女生都来一句freestyle 唱不出来就要喝酒 也不知道是真心热爱音乐 或是纯粹变着法的劝酒 酒局上还有人拿出了像药一样的白色小圆片 至于白色药片是什么 有人怀疑 这可能是某种毒品 直指吴亦凡有涉毒嫌疑 但这部分毕竟纯属猜测 大家还是要理性吃瓜 爆料者的朋友还被吴亦凡挽留亦凡 好在他最后想办法脱身了 隔天才知道 当晚有一个女生和吴亦凡发生了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原爆料者及其朋友 还是搬运盐铁的朋友 都提到了吴亦凡会经常约会不同的女生 这在海外留学圈 早已经不是秘密 这条动态下面 也有不少海外留学生复合 纷纷表示自己有所耳闻 甚至亲身经历过 直指吴亦凡在海外早已经臭名昭著 从一些网友们的言语中透露出 类似的海外险飞局远不止一两场 有的局还要三十刀的门票 其实早在几年前 就有北美留学圈的网友爆料称 某韩国团体男艺人 超红的那组 和自己的一位小姐妹发生了关系 当时那位男艺人在床上的自信发言 也和此番都美珠爆料的吴亦凡言论如出一辙 总而言之 目前越来越多的爆料之间相互佐证 都美珠曾经的爆料都在一条条的地证实 吴亦凡私下生活里的形象到底如何 想必大家心中都有数了 而吴亦凡显然已经慢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三天内调光所有商务代言 或央视网点名痛批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甚至发表了红筒文件 他似乎已经被封杀 吴亦凡的事情发展到现在 已经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远不是简单的情感纠葛那么简单 不少地方都涉嫌法律层面 不管后续如何发展 吴亦凡的星图都难保 但若这些爆料全部属实 只是星图难保似乎还不够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吴亦凡能翻盘 央视批评 违约过亿 但都美竹没有再报新证据 从法律层面上看 吴亦凡还有可能翻盘 但从道德层面上 吴亦凡人缘已经败光了 如今要看都美竹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起诉吴亦凡了 都美竹在几天之内 屡次放出雷神之锤 痛斥吴亦凡强奸 迷奸 但是在过去的24小时里 除了发了一条表示 这个世界怎么了 的微博之外 没有公布更多的新的证据 但很多人都担心 都美竹是否被控制了 亦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力量 正在压制此事 吴亦凡是否能绝地翻盘呢 我们分析 不太会能绝地翻盘 就算对后都美竹和其他受害者 提供的证据 无法足以将吴亦凡送进监狱 但从艺人私得上 吴亦凡已经被众多品牌 和官方媒体抛弃和痛斥 此事引起演艺圈轩然大波 央视网发文表示 做义先做人 做人得为先 吴亦凡事件闹成这样 已经不是娱乐八卦 而是一起影响重大的 法律案件和公共事件 需要相关部门全面调查 解惑疑惑 近年来 个别一人 无论是私得还是公得 反复刷新下线 有不支持者 嫖娼 酒驾 打人 吸毒无所不为 社会影响恶劣 有必要对失德 劣迹者进行针对性的制度约束 曝光吴亦凡的都美竹 在尚未成年17岁的时候 以为自己和吴亦凡谈紧了恋爱 却不知道 这只是吴亦凡一贯以来的套路 他被吴亦凡和公司的人 强行灌酒至不省人事 没收手机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吴亦凡的床上 吴亦凡哄骗他 会照顾他一辈子 还会给他演艺圈资源 没想到 都美竹竟然只是吴亦凡套路产业链中 数不清地受害人中的一个 和他有过同样遭遇的女孩 越来越多地勇敢地站了出来 各种聊天记录和锤子 也像滚雪球一般在壮大 7月19日晚间 吴工作室对此进行了十点澄清 并且已经启动法律追责程序 那意思是 都你是 你不是只报警没起诉吗 那我们先起诉为敬 这几天的瓜实在太多了 咱们都是这样的 事情的起因经过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而且瓜已经多到 瓜自己都吐了 都美竹此前发文称 这次是决战 目前 都美竹称自己掌握的信息 可以最少送吴亦凡十年劳烦 并让他身败名裂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截止目前 已有函数 云厅APP 立白 摊跑 腾讯视频 王者荣耀 宝时捷 宝格力 资源 良品铺子 康师傅等15个品牌链接 宣布与吴亦凡解约 均删除或隐藏和吴亦凡有关的 过往宣传内容 杭州的康师傅粉丝见面会门票 从3000元一张 跌到300元一张之后 本将在24日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目前已经确定取消 杭州地铁里扑天开地的广告 也在分批撤下 不知道有多少黄牛哭晕在厕所 至此 吴亦凡名下所有代言已经全部中止 只有LV路易威登一家选择的是暂停合作 无论LV投有多铁 吴亦凡这次都算的是彻底凉凉 不但代言之路彻底断了 吴亦凡必须要面对的 还有数十个品牌的巨额违约赔偿 影视圈内业内人士丁薇透露 吴亦凡的单个代言费超过千万人民币 多数在1500万一年左右 这几年有所下降 以前更高 标价2000多万 鉴于艺人违法 适得等事件屡有发生 品牌方近年来 在与艺人签订合同时 比以往更加谨慎 艺人作为公众人物 绝对不能涉嫌违法犯罪 嫖娼 或是违反公序良俗等 一旦触犯上述条款 影响到品牌健康形象 艺人通常必须承担违约权责 且广告品牌方 有权单方面解除代言合同 由于吴亦凡名下代言颇多 如此大规模解约之后 若按影视圈业内人士透露的 1500万一年左右的代言费来计算 无需赔付的代言违约均 将超过一元 这其中一个大头是LV 作为LV品牌代言人 吴亦凡拿到三年代言费 为2000万美元 吴亦凡出演男主角的新剧《青簪行》 应该也是播出五望 对此 法律人士表示 为了防止演员负面新闻 对影视剧造成影响 制奏方与演员 也会在签订演出合同时 对演员的行为进行约定 广告代言情况类似 如果因演员造成影视剧 不能正常播出 损失需要由演员本人承担 而吴亦凡从青簪行方面 拿到的片酬 大概是多少呢 2016年 吴的约炮事件曝光时 吴亦凡曾经拿着电影合同 向小吉娜炫耀 他当时一部电影的片酬高达八千万 尚未播出的《青簪行》 是吴亦凡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从三世纪还硬生生拖到了六世纪 就冲着级数 想必一定也是超高薪酬出演 应该不会比电影片酬低 还记得高云祥的《八清传》吗 因为高云祥的《性侵风波》 《八清传》至今都无法播出 诉讼金额超过了六千万人民币 而青簪行的第一出品为《企鹅影视》 是腾讯控股下属全资公司 7月19日 腾讯控股股价收跌2.57% 60级的份额 把工作人员累死也做不完AI换脸 且额外花销巨大无比 广告代言 加上电视剧的违约赔偿金 吴亦凡要大出血超过2亿元 这些品牌之所以做到如此迅速的解约 并不完全是因为要随大溜 不敢再用它 在人们心中是要有正确的三观和底线的 普通人都不用说了 作为公众人物 一旦被曝出有任何劣迹行为 再怎么洗地都是没有用的 今年初 郑爽被前男友张恒 曝出代孕 生子弃养 尽管他并没有做违反中国相关法律 而是在美国代孕 代孕合法之地 但人们对于郑爽 在关于孩子整件事上的恶劣行径 已经唾弃不堪 此后郑爽就彻底糊了 先是广电总局发文彻底封杀 丑闻劣迹艺人郑爽 之后是郑爽涉嫌偷税问题 被税务局展开调查 作为演员 怀里揽着1.6亿片酬 日薪2.8万 搞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 还虐待动物 偷东西 对不起 有关郑爽和张恒的任何事 我都不想看了 两个字 厌烦 7月20日 东美竹在微博中再度发文 这个世界怎么了 他用的手机标识 也一反常态 现在是iPhone XS Max 以前爆料时用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东美竹得了重度抑郁 还接受过电机治疗 几天之内 他更是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 谩骂和侮辱 而他还在写着抒情小作文 说你本性不坏 和他一起战斗的未成年人 正在争取 正在沟通 假如东美竹和多个 未成年女性的证据属实的话 无大概率就要被判刑